伙伴们 家务好 让我们用卓越成就名人的掌声再次送给康瑞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梦想 有梦想特别美好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 当你在实现你的梦想的路上 没有导航 没有GPS 你怎么可以一步一步通向你的梦想目标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希望 有一道光可以指引你去到你的梦想 对吗 那么我们这一道光要怎么样子去追逐 怎么样让这一道光可以长在你的心里呢 今天下一位演讲者 他是我们Newskin所有人的榜样 在Newskin他成为了自己的人生赢家 所有的公司给到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他永远身先士卒 作为团队伙伴的榜样和灯塔 别人做不到的 他尽一切可能去做到 别人能做到的 他用更快的速度做到 别人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带领一群伙伴做到的 在他心里没有不可能 没有困难 没有妥协 没有放弃 正是因为我觉得 在他心里有一道光 让他的伙伴可以从他的眼神当中 永远获取正能量 那天我们这位领导人 他将在我们现场两万个人的面前 给大家揭秘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魔法 可以带领一群追梦的人 永远有那一道光去指引他们达成他们的目标和梦想 那这一位领导人将分享他的这个魔法 希望我们在座两万个全部都是追梦人 全部都拥有一颗追梦的心灵 希望他可以把这一道光传递给你 让你也可以拥有这样子的力量 好不好 让我们有请看大屏幕看一下他的影片 来认识这位领导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康瑞老师是不是分享了梦想可以让一个人在不断地前行的路上面 他会快乐喜悦对吗 但是如果只有梦想没有足够的行动在逆境的过程中不够坚持你的信念不够坚定的话 是不是梦想的实现也会离我们非常遥远对吗 所以相信美好是一种能力 但是持续相信美好并相信它会跟我们一定发生关系 这更是一种能力 当这些能力不断地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植入进去 它就会变成一种信念 当我们在人生前行的路上面 除了相信美好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挑战和困惑 但是你的信念足够强大和坚定的话 你就会无惧困难 所以我的理解公司敢给我分享坚定信念 我记得好像好几次都是让我分享这个题目 我今天还在问公司是不是我还不够坚定 所以每次都让我在这里分享坚定信念 让我的信念要持续地再坚定 所以信念是我们敢相信别人不相信的 我们敢去追逐别人不敢追逐的 并使势而行 那我从小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我父母呢非常普通 我爸爸是很小就在烂童教养院长大 十几岁就去参军 然后到后来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基层员工 成为了管理十几万人的一个广州市非常重要的清工局的局长 在我父母的以身作者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面 让我清楚的了解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谁并不是最重要 关键是我们要相信以后你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在我的信念当中 地图不是只是用来紧紧看的 它是用来行走的 世界这么大 我们是不是需要出去多走一走 对吗 世界这么美好 我们是不是要去感受和连接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读完大学 本来是可以在一份非常安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院去做我的设计工作 在别人眼中 这就是你理所当然或者是应该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人生仅仅只是在这样子去度过 所以我放弃了安逸的这样的设计工作 去到当时候并没有人太多知道的外资企业保洁公司 用了十年的时间成为了世界五百强的高管 那也有很多人说 Michelle你好厉害 实际上我的起点只是一个零工作经验 大专毕业的普通的一个快乐简单的女生 所以不是说你很厉害才可以成功 而是在成功的路上 你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也不是说你具备了所有条件 你在出发 而是在出发的路上面 慢慢的去完善你的条件 我们今天有很多来自两岸三地的这些如新的伙伴们 我们的家人们 还有一些新朋友 你也会感受到这个环境和磁场 你也非常的感动激动 但是可能你会要想很多 我口才不好 我人脉不多 我影响力不足 但是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敢于相信 这台上的一切都跟你有关系 掌声啊要不就不鼓 要鼓呢 就大力的鼓 精勤的鼓 鼓掌不是为了台上的人 而是你看到了你的未来 大家看一下 其实在鼓掌的这一刻 你是不是最喜悦的 相互隔壁看一下 你此刻的笑容还依然挂在你的脸上 所以我们要相信美好 有事没事可以经常鼓掌 据说 据说抗氧化指数一定会飙升 当我在职场上面位置越来越高 人也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我就开始思考 我想往的美好生活 我追逐的自由 目前我是很难做到 哪怕职位再高 我也是在为一个系统去工作 我很想有时间陪伴家人 我很想看着我的孩子成长 我有能力去陪同他 去见证他的成长 我也很想陪伴我的父母 因为我是个非常孝顺的女儿 但是我在职场上面再成功 实现不了我这些梦想 所以我在想寻求改变的过程中 遇到了如心 我是2004年3月了解如心 当年的6月 当年的6月 就像在做很多我们的新伙伴一样 被你的推荐人多次邀约 来到了参加香港的年会 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在坐在 各位可以看到我坐在山顶 然后其实也是很茫然 但是被公司的文化 被台上这些老师的生命状态 深深的打动 所以我那一刻到后来 我是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向往的生命状态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在场两万多个 我们的如心的家人们 我们的伙伴们 你透过这一天多 你激动吗 你感动吗 你兴奋吗 你兴奋吗 一定要保存好 珍藏好这份感动的心动 因为你此刻 正在跟美好发生连接 他将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藏在你的内心 在你通往百万卓越的路上面 他会给到你无穷的力量 在你遇到困境和挑战的时候 这份激动和感动 将会一直带领着你跨越很多的挑战 当我们看到了这美好一切 回去我跟我先生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来跟如心一起合作 我相信美好的风景一定在远方 当然我也知道前路一定会有风雨 所以我也经历了所有前辈老师 他们分享他们经历 我回去我也遇到了 我本来很想 我也觉得他一定会来跟我一起合作的 我的好朋友的拒绝 我也遇到了在过程中 我们有伙伴来 但是由于他们还不够坚定的相信这些美好跟他有关系 在贪的这样的一个链头下面 去寻求一些简单容易又多又快的所谓的赚钱机会 我也遇到了团队起来 由于我们自己还不够成长和成熟 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我也遇到了在成长过程中 很多的迷茫和增长 所以在通往卓越的路上面 我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从原来一个外企高管 要回到最基本的 要跟每个认识的不认识的去沟通 去分享去讲解 有的是给你回应 有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一切一切 一开始我非常的难受 但是我知道我要这个结果 所以我就会来到会场 我就会跟我们的老师去沟通 去找到解决的方案 老师们分享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后来我就进入了一个忍受的过程 看在结果的份上 我忍 看来是大家也有这个这个经历 你为他付出你的很多你的伙伴 你付出了时间付出了努力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你 反而还抱怨 所以在忍受的过程中 慢慢我就开始进入了接受 因为难受忍受 你都是在把眼光往外看 你都是在看他为什么还不这样子 为什么还不成长 这么好的事业他怎么不来 这么好的产品他为什么不用 当你进入了一个接受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你的眼光已经开始往内求 他不来 可能是我还没有邀约到他应该动容的那个点 我回去提升自己 我的伙伴离开了 是我还不够成长成熟 还没有做出成绩让他看到 从我身上看到希望 所以我开始从内找原因 我欣然接受这一切都可以透过我的改变 我的成长去带动更多的人去影响更多的人 到后面 到现在 我们进入了一个叫享受的过程 不仅仅享受如心带给我们一切的美好 更重要是享受 每当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都告诉自己 上前又再出一份考试题 在考验你 只要你透过了 更多的美好在前面等待着你 所以当你这样的一个 从一开始很难受 到慢慢忍受 到欣然接受 到后来 享受着每一份的通关过程中的 那种喜悦和成长的快乐 所以 夥伴们 我知道 大家现在都在经历着不同阶段 但是不用惧怕 更不要去慌张 因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都不可能 随随便便 简简单单就可以获取 一定要相信 所有的美好 都需要付出努力 你才可以得配位 也有一些人 会问 Michelle 好像每次见你都激情昂逸 能量满满 你在这个过程中 难道没有产生过怀疑和动摇吗 有吗 有吗 怎么知道的 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 在坚定信念的路上面 我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我哭过 以前我是很少哭 哪怕在职场上面再大的问题 我也从来不会哭 但是 我在这条通往百万卓越 通往千万卓越的路上面 我自己也在不断的退院 我也曾经动摇 我也曾经想过放弃 但是 当你在最低谷的时候 当你最迷茫的时候 伙伴们一定要相信 只要你再坚持多一天 再做多一场产品会 再听多一次录音或者视频 你一定就比你原来最低的所谓低谷 一定会高一点点 每一次的提升 就是你通往卓越路上面 最好的台阶 我在最低谷的时候是2008年 我们很多的伙伴跟我一起 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他们持续了非常不错的工作 顶着家人还不是太认同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 也面对着很多伙伴 离离去去 但是他们依然坚持着 我跟我先生就在问自己 我们是否要坚持下去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外界的诱惑 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非常大的 每当你困惑 犹豫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 当初 当初 你为什么 来做如新 当初 让你兴奋 激动的 那个点是什么 所以 我们在 08年 最低谷的时候 我们给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 任何的问题 我相信都可以解决 因为台上这么多的老师 用他们的过去 用他们的成绩 证明了 只要我们按照他们做过的动作 坚持下去 我们一定就可以跨越 同样的困难和障碍 所以 09年 我一个人 独自去北方市场 我相信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仅仅带领伙伴走下去 更重要的是 带领伙伴走出去 走出困境 一个从来没去过北方的一个南方的我 在北方经历了 每天透过一个陌生人 认识和开发了整个我现在的北方市场 每天 谈五场七场甚至十场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会和事业沟通 一百多个城市留下了我们 前进拼搏的脚印 有一些伙伴说 老师好像挺辛苦的 其实 我在这里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一些庙里面 大家都会看到 石狮子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去敬仰去崇拜他 对吗 那有一天 晚上 石狮子跟石板去对话 石板就跟石狮子说 他说 你就好了 每天都这么多人过来朝拜你 敬仰你 而我 每天都被这么多人踩在脚下 我很痛苦 各位知道石狮子怎么回答石板吗 他说 当初我们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一块石头 但是我选择了被雕夺 我选择了过程中忍受一些痛苦 而你只选择简单的改变 所以结果就截然不同 我们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一定要好好地去把它珍藏起来 这一切的挑战 都是成就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 所以当你面对了 当你去跨越了 如心给你一个圆梦的舞台 如心让你实现全方位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零四年跟如心合作 经历了低谷 经历了挑战 但是我们坚定的信念 并积极行动 一零年 我们达成了百万卓越成就名人 最重要的 这个时候掌声不多是正常的 因为六年才达成百万卓越 但最关键的是 一三年 我们达成五百万卓越成就名人 九年的时间 第一个五百万卓越 但最美好的事情就是 如心他会把你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努力都会累计 并数以百倍的去回馈给你 我第二个五百万卓越 只需要用来一年的时间 这就是坚定信念积极行动的最好的证明 如心圆我们非常多的梦 不仅仅让我们财务自由 不仅仅让我们年轻健康 五十岁的我 下个月是我五十岁的生日 各位 你觉得还需要说 如心的产品是怎么样吗 是不是最好的见证 好像结果不是太 太不大家的这个 所以掌声不是太贵 如心也圆了我们 不断去学习成长的梦 我读书的时候挺努力的 但是呢 就差那么几百分 没考上清华北大 上天啊很公平 就派了一个十五岁考进浙江大学 二十一岁研究生毕业的 吴老师来到我的身边 但是我内心还是觉得 不够啊 我还是要圆我的北大的梦啊 感恩如心 让我们不断的圆梦 而圆梦的路上面 还不断的放大我们的格局 我们其中有一个梦想 是成为对这个世界 有帮助有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好人 所以在 如心的路上面 我们也许下了我们内心的一个心愿 我们会把我们在如心的收获 拿出百分之十去做 对社会 对各个机构 对各个人群有帮助的 这样的慈善的事业 所以到去年 我们累计捐赠超过一百一十万的美金 给到各个慈善机构 如心 让我们成为有能力帮助他人的好人 这个是最快乐 最喜悦的收获 在 成功的路上面 我知道现在很多伙伴 你此刻很兴奋 但是可能回到你的市场 你会有一些人会说你 你这么兴奋干嘛 你被洗脑了 你很激情昂逸的 跟人家去分享产品的时候 别人也会给你非常多的冷言冷语 你很努力为伙伴付出 在成功的路上面 不断的去付出的时候 有很多人暂时还不理解 你很努力 但是可能还没看到开花和结果 伙伴们 不用焦虑 更不用去怀疑 因为你是在扎根 你是在成长 所有的播种和收获 都不是在同一个季节 我们只要关注 我们在对的路上 做对的事情 一定会有对的结果 上天永远不会辜负 在努力做有价值的事情的人身上 所以当年相信我们 并坚定信念 积极行动的我们的伙伴们 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百万千万卓越成就名人 从他们的身上 再一次证实了 不是很厉害 你才可以成功 而是你内心足够有坚定的信念 并把信念匹配为大量的行动 在过程中 关注自身价值的成长 不要这么去看 所谓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经常跟我的伙伴去分享 不要太过高估我们在这里 一年两年所谓的成绩 更不要低估你在这里五年十年的成就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阻止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除非你是你自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定要持续的跟自己讲 我如此善良 我如此正直 我如此孝顺 我一定可以透过正念 在这个正道上面取得正果 我们跟如新经历了1.0 跟如新一起成长 我们也跟如新一起拼尽了2.0 享受着如新2.0所带给我们这些当初坚定下来 并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成果 而此刻是最好的时机 如新凭借着Ager技术 已经跨进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这个3.0的时代 而这一切都是为我们所有普通平凡人准备好一切 这么好的公司我时常感恩如新公司 感恩所有的成长服务团队 感恩所有的前辈老师 是真的 我在想 Ager技术如果不是罗白李先生的散的力量的这样的理念 他完全可以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把这么先进这么有震撼力的产品 用其他的方式可能他遇到的挑战和问题会更少 但是他为什么依然赋予我们普通平凡人 能够拥有这么好的技术和产品和这么幽默的事业回报机会 是因为公司 因为罗白李先生真的希望赋予更多的普通人 提高生活和生命品质的力量 所以时常感恩 感恩我们能够跟如新结缘 感恩生命中每一个出现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可能给你挑战 可能给你赞许 可能给你鼓励 可能会打击你的每一个人 他都是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最好的礼物 15亿美金是大中华区 在2018年是一定要做到的 他是要靠我们所有无心人 用你的整个热情 用你的能量 去把这个15亿一起共同努力 把他在2018年一定在大中华区 漂漂亮亮的拿出15亿这张成绩单 因为他预示着我们在通往下一个30亿 通往下一个100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所有我们的如新的大中华区的家人们 无论你此刻是什么状态 无论你的聘监是怎么样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 用你最大的能量去把如新的美好 透过我们每一个如新人去传播 去分享 去带动 让更多的人来感受如新世界的美好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跟大中华达成2018年15亿美金 我们要不要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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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